免疫系统有几大屏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皮肤屏障,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它提供了第一道防线,阻止了病原体的侵入 皮肤的角质层和油脂层可以防止细菌和病毒进入身体 粘膜屏障,粘膜覆盖了身体的内部表面 如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道 这些粘膜层含有粘液,可以捕获病原体 并有鲜毛帮助将它们排出体外 免疫细胞,人体内有各种类型的免疫细胞 如白细胞,它们可以识别和摧毁病原体 免疫系统的细胞包括巨石细胞、T细胞和B细胞等 它们协同工作来保护身体免受感染 抗体,B细胞可以产生抗体 这些抗体可以与病原体结合并标记它们 使免疫系统更容易识别和清除它们 为了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健康饮食 均衡的饮食对于免疫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 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抗氧化剂可以增强免疫功能 锻炼 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 并有助于减少慢性炎症 良好的睡眠 充足的睡眠对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减轻压力 长期的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 因此学会应对压力和放松很重要 接种疫苗 疫苗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对特定疾病的抵抗力 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 吸烟和过度饮酒会损害免疫系统的功能 请注意 免疫系统的强化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并且个体差异可能会影响免疫功能的表现 如果有特定的健康问题或需求 建议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的建议 感谢观看 旨怡 感谢观看